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在今天6月18號星期日的下午透過CTFA TV以及博士運動 一同來到位於花蓮的美輪國中足球場 欣賞這一場2023年台灣木蘭足球聯賽 我是主播林丁的Brian 好 現在裁判吹響了比賽開始的哨音 首先持球的是身穿藍色球衣來訪的桃園戰神MARS 今天有畫面中的左方往右方進行進攻 桃園開出來 然後點的位置 準備桃園戰神這邊給清出 遠射 看起來抓了一點點 我們的球並沒有進球門球 打位後蘇星雲把球拿下來 直接進行一個長距離的射門 桃園並沒有注意到我們的傳中 讓花蓮腳下這一個遠射 好 這個球給得相當的漂亮 3號的陳英慧 還有這個傳中球 沒有人去做清球的情況下林凱琳 這個球一路的漏過來在比賽的第40分鐘 好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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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看到這個球遠射 加油 加油 然後我們今天左腳也有很多不錯的傳球 我們現在到這邊 許英雲碰了一下 位置給的方向相當的好 但是 出放移 有個角球的機會 楊瑄 開出來 這個投頂球 守門員奮力一撲 哇 這個球頂得非常的漂亮 不過 導演戰神的守門員時間要求一笑 又跟給蔡麗珍往中間做 還是被守門員給鋪掉 守門員給鋪掉 好 好 來隊的守門員 主才在這邊 這個 連陣球也沒有給他 連戰神來發了 這一場比賽 他連隊就是靠過40分鐘 林凱琳 連陣球以後 他現在並沒有積極做一個清球以後搶攻 今天一同欣賞 2023年台灣木蘭足球聯賽 花蓮 以及桃園戰神 第二循環的對決 我是主播林凱琳 我們下一場更精彩的 木蘭足球聯賽 再見 拜拜 拜拜